王俊凯8月号封面人物杂志L预售开始 小凯向新发型 空气刘海挑战 散发出少年野性的魅力 封面照片和正式公开的短片 都显示了王俊凯完美的下额线和清秀的眉间 很多网民舔到了地底 完全生长在我的美心 到上半年 王俊凯在杂志方面已经达到了10号12桶 这种成绩真的很优秀 很自豪 随着杂志的频繁出版 王俊凯的时尚表现力 在公众的证据中也不断提高 但是 面对王俊凯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瓶颈 工作人员们也认为 王俊凯像孩子一样 有比同龄人更成熟的一面 但保留着少年的气息和纯真 这就是王俊凯 王俊凯脸变了也很快 工作结束后 和工作人员们开玩笑也很有趣 电影也一起制作了 但真正的工作结束后 坐在商务车后座上 非常安静 打瞌睡的时候睡着了 但是被手机噪音吓醒了 还有更多消息称 要等待老板王俊凯的确认 晚上见谁 你说什么 小凯消息只能继续响应 车里的王俊凯集 偶尔会听到叹息声 但好像长大了 相反 王俊凯是真实的 不要过于自我 之前 包装王俊凯机内食品的事情 在网民中引起了话题 作为明星下飞机吃饭很不寻常 小凯节约也真的很迫切 实际上 当天包装飞机餐也有背后的故事 当天没有吃饭 就下了飞机 想在车里扑些梨 不想浪费航空餐 就一起带来了 王俊凯表示不是故意的 但行动很好 无意中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 王俊凯的态度 真的不想宣传自己 也就是说 不希望公众夸大自己 他只是自己非常实际的经验 很偶然的行动 不必过分夸张或解释 王俊凯很现实 总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杂志不仅展示了新的突破 和新的尝试王俊凯 还让我们从他的内心 看到更多的方面 也是了解王俊凯 真实生活状况的一种方法